現在是一出局一賽的 總區現在是一號球兩敗球 這一幫平飛球穿越二壘的防線 今天網絡到盧柯仁的第二支安檔 我想今天對這些外籍的洋將來講 或許最大的問號是 怎麼這麼多變化球 另外外角偏低的球真多 也就是說他們要去適應這個外角球 尤其不管是快速球或變化球 大部分都遊者在外角 棒子延伸的動作做得不錯 這個球是一個滑球拐得出去了 這時候同業再度的換代檔 有被25號的朱毅賢 今天他們登陸的這兩位大專的培訓好手 都有上場的機會 朱毅賢是就讀文化大學 11名內野手 各隊這次五位大專培訓的好手 原則都是兩位投手 然後谷手內野手跟外野手各以 以增加各隊的一個打長期比賽的一個戰力 同時也讓這些大學生 有非常難得的一個實戰羅練的一個機會 足以顯示我這個緊張關頭來取代江建民 今天江建民比較沒有發揮 三次都是滾地球 能不能夠打破黃建龍的 目前的一個臨時分的一個狀況 投手這時候也去講壞球 我現在來到第九局 難免體力也會有一些下滑 雖然用球數他今天真的蠻精簡 畫面右下角大家看到 今天黃建龍只投了103球 到目前是第九局 黃建龍體能狀況不敗 而且他投球球的感覺很輕鬆 對 因為空球精準 這一棒達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弱點巧妙的安達又來了 喔齁齁 走越蠢音者就厲害了 再度又製造一個滿壘了 哇 讓我們看到朱玉賢 他也搶到了一個定義了 他是大山的那些培訓的好手 第一位敲出安打的選手 也恭喜他 不過這時候呢 因為還有著八分 他也搶在家 我們進來用的 他也搶在家